每到用餐時間 吳坤林就會穿上 水藍色的越南國服 站在櫃台親切的招呼客人 OK 好 咖哩雞對我來說 就是媽媽的味道 今年37歲的吳坤林 是這間餐廳第二代負責人 咖哩雞是餐廳的招牌 也是吳坤林爸媽起家的 第一道菜 媽媽加上咖哩雞的好味道 傳給女兒 而爸爸則是把 越南法國麵包的 獨家絕活交給女士 從貨麵團搓圓整形 一個一個步驟 全都不能馬虎 剛出爐的越南法國麵包 外皮金黃酥脆 再配上濃郁的咖哩醬 完全是絕配 這道菜其實等於是 注入我們夫妻的共同的心血 跟共同的努力 等於是這是一個 我們經典的代表的菜色 不侷限越南小吃料理 店裡有很多地方名菜 像是金髮爆發魚 用的就是新鮮的越南紅魚 經過雜煮 搭配各種蔬菜的華麗擺盤 其實吳坤林曾經拍過電視劇 她的好歌喉也有出唱片的計畫 但是在街掌餐廳和歌手夢 兩相選擇下 她毅然決然放棄唱歌這條路 那個只是興趣 就是只是年輕的興趣吧 或是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不只是興趣而已 它還多了責任 然後還多了要就是傳承爸爸的東西 爸媽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現在的吳坤林很知足 未來也希望循著父母的腳步 在台灣繼續推展家鄉文化